我们先来看一看MySum这种存储引擎 MySum存储引擎是MySQL 5.58以及之前的版本 在MySQL数据库中默认所使用的一种存储引擎 由于这个原因 现在还有大量的服务器在使用这种MySum的表 另外MySum表也是MySQL大部分系统表和临时表所使用的一种存储引擎 注意这里我所说的临时表并不是我们使用CreateTemperator语句所建立的临时表 对于使用CreateTemperator语句所建立的临时表 我们是可以使用各种存在于MySQL服务器中的存储引擎的 而这里所说的临时表是指在排序分组等操作中 当数量超过一定的大小之后 由查询用化器所建立的磁盘临时表 MySum存储引擎会将表存储在两个系统文件中 一个是数据文件 以MYD为扩展名 另一个是缩引文件 以MYI为扩展名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这张表的定义 从左边的图中我们也看到 在这里我们定义了一张名为MySum的表 并且这个表的存储引擎 我们使用了MySum存储引擎 右边这张图就是一个文件系统中 MySum这张表的存储方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三个以MySum开头的文件 除了上面提到过的MYD、MYI两个文件之外 还有一个以FRM为扩展名的文件 这个文件并不是MySum存储引擎所特有的一个文件 而对于MySQL的所有存储引擎来说 都会有一个FRM为扩展文件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是用于记录这个表的结构的 而MYD和MYI两个文件呢是MySum存储引擎所特有的一个文件 MySum呢是MySQL最早使用的存储引擎之一 在其漫长的使用过程中呢 已经实现了很多自身的特性 以满足用户的需要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MySum表都有哪些特性 只有知道了这些特性 我们才能明白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应该使用MySum作为存储引擎 首先MySum这个存储引擎的第一个特性是 要从它的并发性和锁级别来看 MySum使用的是表级锁 而不是航级锁 这也就意味着在对表中的数据进行修改时 需要对整个表进行加锁 而在对表中的数据进行读取时呢 也需要对所有的表呢加共享锁 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使用MySum存储引擎的表 读取和写入这两种操作呢是互斥的 当然在一些情况下呢 当我们对表中的数据进行读取时 也可以在表的末尾插入数据 因此呢从上面的介绍呢 我们可以看出 MySum对于读写混合操作的并发性呢 并不会太好 如果只是止读的操作的话 就并发性而言 性能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共享锁呢并不会阻塞共享锁 它的第二个特性呢 我们要从它的损坏修复上来看 MySum支持的对 由于任意意外关闭而损坏的MySum表呢 进行检查和这种修复操作 但这里所说的修复呢并不是事物恢复 因为MySum呢并不是一种事物型的存储引擎 所以呢它也不可能进行事物恢复所需要的相关日志 所以要注意对MySum表进行修复呢 可能会造成数据的丢失 我们可以通过CheckTable命令呢 来对表进行检查 对于发现问题的表呢 我们可以使用RepairTable命令呢 来对其进行恢复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个命令 是如何使用的总中 之前呢说过这个演示系统呢 是基于Sunt1S下的一个MySQL的一个实例 我们来到Test库下 首先呢我们来建立一个MySum表 它有简单的两个列 一个是ID列 一个是C1列 这里要注意的话呢 我们如果想建立具体的存储引擎表 我们需要使用Inge这个参数来指定我们所要使用的存储引擎 这里呢我们要建立的是MySum表 好现在呢MySum表对你建立好了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那个文件系统中 这个MySum表是如何存储的 我们来到另一个链接下 来看一下这个以MyS MySum来看好的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MySum表呢 在文件系统存储中呢 是有三个文件来存储的 一个是m4rm表这个文件 它存储的是这个MySum表的一个结构信息 另外呢就是myd文件 它存储的是MySum表的数据信息 以及myi文件 它存储的呢就是缩引信息 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之前第一个连接 我们来试一下CheckTable这个命令 对于这个表呢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使用CheckTable对这个表情检查的时候呢 它的Message信息呢显示的是OK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张表呢现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我们使用RepairTable呢 同样由于我们这张表并没有损坏 所以呢RepairTable呢也会返回这个OK的命令 如果大家呢发现由于已经损坏的这种MySum表的话 就可以使用RepairTable命令呢来进行修复 另外呢还有一点要注意 除了这种使用RepairTable来对MySum表进行修复的话 MySum还提供了一个命令行的工具 叫MyISAMCheck 这个工具呢也可以对MyISAM表呢来进行修复 但是有一点要大家注意 如果使用这个命令行工具对MySum表进行修复的话呢 则需要把MySum服务停止 如果在MySum服务运行的同时 使用这个命令行工具对表进行修复 很有可能使表呢造成更加大的损坏 这一点呢一定要大家注意 那么这里呢我就为大家介绍好了 MySum表的一些特点 以及如果损坏如果对它进行修复 下面呢我们来继续看看MySum表还有哪些特性 首先来看MySum表支持的锁引 MySum表支持全文锁引 并且呢是在MySafe5.7之前版本中 唯一原生就支持全文锁引的这种官方的存储运行 另外MySum表呢还支持对Tax或者Blob等字段 建立前500个字符的这种前缀锁引 如果MySum表是一张很大的指读表的话 也就是在表创建完并导入数据后 就不会再对表进行任何修改操作了 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对这样的表呢进行压缩操作 这样呢可以减少磁盘IO 所以说MySum表呢同时也是支持压缩的 对于一些Olep应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要对一张表进行压缩呢 我们可以使用MySumPack命令来压缩表中的数据 由于表中数据的压缩呢是独立进行压缩的 所以呢在读取单行数据时候呢 不必对整个表来进行解压 下面呢我们还可以为上面这张MySum表来演示一下 如何对整张表来进行压缩 由于刚才我们这张表呢实际上并不大 只是一张刚创建的新表 所以呢如果我们想使用这个MySumPack命令来进行压缩的话 我们需要指定一个-f参数 也就是强制对它来进行压缩 然后呢我们要指定这张表的myi文件 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效果 这里呢也返回了 说这个文件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文件 它只有0条记录 但是呢是一个空文件被存储成了压缩格式 让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张表太小啊 所以在默认情况下是不能对这个表来进行压缩的 由于我们强制使用了-f参数呢 来对它强制性的压缩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个压缩之后的这个文件呀 比我们压缩前的文件还要大 mySum.old文件呢 这个文件就是压缩之前的这个文件的一个备份 而对比我们现在的这个mySummyi和原来的这个mySumold文件 可以发现我们压缩后的文件呢 不但没有变小 反而呢变大了 这是因为我们之前原来的数据文件呢太小了 才只有银行记录 所以呢 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压缩 我这里呢 只是给大家演示了一下这个压缩命令呢 是如何使用的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对应压缩的表 如果我们要进行读写操作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我们回到另一个连接中 现在呢 我们的mySum表呢 已经是被压缩了 如果我们这时候呢 要对这个mySum表进行插入操作 大家会看到 在这里会返回一个提示 说这个mySum表呢 是一个只读的表 所以呢 对于您压缩的表呢 我们是不能进行写操作的 只能进行读操作 这里呢 就大致为大家介绍了一下mySum这种存储性的主要特性 如果大家对它的一些特性呢 还要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开一看mySum的一些相关手册 不过这里的介绍这些呢 也已经足够大家来决定 是否会要使用mySum这个存储性的引擎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mySum这些存储性的一些限制 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 在使用mySum表时呢 有什么样的限制 在使用mySum表时 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在mySum5.0之前版本呢 mySum表的单表最大文件呢 为四个G 这时呢 如果我们想要在单表中 存储超过四个G的数据呢 则需要在键表的时候呢 通过指定 max rows和平均行长度 这两个参数呢 来实现 这两个参数相成的大小 就是表可能达到的最大的大小 对于大表来说 修改这两个参数会导致 整个表的重建 所以呢 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 当然如果现在大家还在使用mySum5.0 版本之前的服务的话呢 还是建议大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的 mySum服务器 而对于单表最大大小4G的这个限制 在mySum5.0版本之后呢 就没有了 在mySum5.0版本之后呢 单表最大大小的变成了256个TB 这已经足够我们使用了 这里呢 我们已经完全了解了mySum存储引擎的特性和限制 那么根据我们这些内容呢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 mySum适合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使用了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mySum存储引擎的这种使用的场景 首先第一个使用场景呢 是非事物型应用 mySum本身呢 是一种非事物型的存储引擎 也就是说 mySum是不支持事物的 前面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什么叫做事物 以及事物的一些ACID特性 并且呢也说过 关系型数据库呢 从其他应用最大的区别 就是关系型数据库是支持事物的 那这里也说明mySum是一种不支持事物的存储引擎 那这里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 首先来说 虽然mySum不支持事物 但是mySum呢 还有其他支持事物的存储引擎 比如inodeDB 所以说mySum呢 还是一种支持事物的数据库 而对于mySum这种不支持事物的存储引擎呢 也有其适用的场景 首先来说我们应用是不是都需要使用事物呢 我想对一些all-app应用 也就是在线分析的一些应用 比如数据仓库 报表类的应用 还有大多数不涉及到财务的应用 实际上都是不需要事物完整性的 那么在这样的应用场景中呢 就可以使用mySum这种存储引擎了 另外由于mySum可以对表情压缩 所以对于只读的报表上的应用呢 也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呢 mySum另外一个使用场景呢 就是只读的应用 前面提到了 mySum由于支持对数据文件的压缩 而且虽然在读取数据时呢 会加共享锁 但是共享核之间呢 是不会进行阻塞的 所以对于只读的应用来说 mySum的并发性和IO性能呢 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也就在只有只读应用这种类型中呢 我们是可以使用mySum这种存储引擎的 mySum这种表情的 第三个使用场景呢 就是空间类的一些应用 在mySum5.7之前 mySum是唯一支持空间函数的一个存储引擎 所以呢 如果我们想在mySum中存储空间类的应用的数据 如GPS数据呀 等 并且利用空间函数 对所存储的数据进行运算的话 那么就只能使用这个mySum存储引擎了 除了以上三种类型的应用之外 其他的应用类型呢 就不太建议大家使用mySum类型进行存储了 大多数情况下呢 可以使用innoDB存储引擎 更适合我们的应用场景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innoDB存储引擎的特点和限制